好 那在這個表單的內容裡面 這個表單設計這邊 這邊有一個下方顯示進度 就是人家在填表的時候 你填到第幾題 它下面會有一個進度顯示 那第二個比較重要 如果你這個表單 它是有登錄帳號才能填的 就是你要限定某些人 而且只能填一次 那你這個就要打勾 那那個人要有Google帳號 而且要登錄才能夠填表單 那如果你是開放式的 我們一般就不勾 開放式的一般就不會勾 然後隨機決定問題順序 這個就是說 如果你要拿這個來出考卷 這是可以出考卷的 那然後你要把那個題號 讓它亂跳的話 那就是可以用這一個 用這一個 好 然後所以我們就會把那個標 這是表單的開頭的抬頭 各位就自己決定 你要做什麼樣的調查表 好 好 然後呢 接下來就是題目 如果說你這個表單有一些說明 比如說什麼 本資料不會什麼 拿到什麼商業用途什麼 你就把它放在這個地方 這是說明 針對這個題目的說明 然後以後它每一個題目的內容都是這樣 然後這個是編輯 這個是複製一題 然後這個是這一題刪除 然後所以我們題目打在這個地方 所以你就把你要它填的題目一題一題的放進來 然後說明文字就是說 你這個題目要人家填什麼 好那根據你題目的類型 你要選一個題目的類型 那它這邊有很多種 很多種 然後我們的姓名大概就是單行的文字 單行的文字 那多行的文字就比如說像 你要請人家填那個建議 填建議 那它就會一大格讓你填 像寫作文這樣或者簡答題 那單選就是選擇題只能選一個答案 ABCD只能選一個 那個叫單選 那核取方塊就是複選題 比如說你的嗜好是什麼 打球、游泳、看電影 你可以勾好幾個 那個叫核取方塊 那下拉式選單 就是你做 比如說你去填那個信用卡 你去選那個信用卡的月份的時候 它有一個小箭頭 點下來它會1到12給你選 這個叫下拉式選單 然後數字表示程度 就是剛剛那個滿意程度 從1到10 然後你讓人家去點的滿意程度 那格狀檢視 等一下再來講 不好解釋 它日期跟時間大概就沒問題 那所以我們在姓名這邊 姓名它是單行文字 所以你就選單行文字 那單行文字 它就會直接把那個樣字顯示在這裡 然後再來呢 如果你有進階的設定 你把它點一下 你如果要驗證資料 比如說你這個是輸入電話號碼 那你驗證可能就要是數字 就要是數字 那如果對方打的是文字 就會顯示錯誤這樣 好這個部分 然後這個問題如果要必答 這裡要打勾 那打勾的題目 它會出現一個信號 你按完成之後 它那個 它這裡會出現一個信號 有這個信號就一定要寫 沒有寫呢問卷送不出去 這個是注意的事項 好那你要加第二題呢 你可以用複製的 它就會多一題出來 也可以用新增項目 這邊直接點 它就直接讓你選類型 然後這個地方是加其他的東西 比如說你要放圖片 比如說你是拿來做考試的 你要你弄了一張鴨子的圖片 然後請問這是什麼東西 有沒有就可以放圖片 然後你可以放一段影片 所以你可以考多媒體的題目 考多媒體的題目 這些都可以放 然後如果你一頁不夠 你要做第二頁 或者你要做分類 我們就會用分頁符號 那這些東西各位可以試一下 先試一下